這個是題目部分 題目部分在雲端上也有 請各位自行下載 在這裡 今天是106 因為它這個題目是 必須要下載之後 解壓說 就可以看到 但是請各位注意一下 好像這邊我們會有個問題 那個瀏覽器 如果假設你用的是那個什麼 用的是它這個內部的這個 這個瀏覽器的話 這個 H好像會有問題 所以如果假設不行的話 我們這邊有沒有裝Chrome 如果沒有Chrome的話 不然的話 你們就是在把那個Chrome瀏覽器裝起來 應該知道那個Chrome瀏覽器吧 你如果 我剛剛好像下載有點怪怪的 那不然你可以 這邊打個CHROME 或是Chrome下載 把它這個下載下來就可以了 然後 一樣的方式請各位先把這個題目上面看一下 那我大概 一起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好了 其實這個題目也蠻單純的 前面 還是會有一個模擬狀況 跟各位說一下 那這一題的難易度是中 題目叫資訊能力檢定 也說這個地方 就是有一個 應該是選擇題吧 總共10題 一題10分 那最好是什麼 你們打完之後 最好是線上 也就是你們線上測驗完之後 然後匯整到底sale 然後要算出每個人的成績 那這個成績的部分的話 如果答對是打勾 也就是 對是打勾 那不對的話 不顯示 當然這邊沒有顯示錯誤 所以要怎麼樣 可以讓 這個 答對的部分打勾 這個部分可以設定格式 然後所以待會請各位開啟那個106的那個題目 ESD01 那裡面的話分別有這些題目 1到5 總共有5小題 那第一個的話呢 題目部分就是說呢 將 所有的學號 設定格式 叫通用格式 OK 所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A4 到A300 那理論上應該是 這個範圍應該就是直接到下面 A300 所以 理論上應該有幾個人呢 應該有 應該是-3吧 上面三個 所以是297個人吧 然後底下 題目部分呢 請自行再看一下 待會我們就針對這一題 來做說明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條題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什麼 學號 所以呢 反正你就 他說什麼 你就做什麼 A4到A300 300 所以先要做什麼 把它選起來 然後呢 把它的格式改成通用格式 那 所以他現在一定不是通用格式 那我的習慣這樣 第一個 把游標先放在A4上面 然後選到下面 應該是 Ctrl Shift向下 所以第一個 先選游標 選到A4 然後呢 把底下全選 那底下全選最快的方法 就是Ctrl Shift加向下 這樣就選到A 有沒有 整個選起來了 千萬不要 像有同學是直接一直往下拉 有沒有點 這是比較 不聰明的辦法 OK 我是建議你把那個快速鍵記一下 Ctrl Shift向下 那選完之後 我怎麼知道現在的格式是什麼呢 幾個地方可以告訴你啦 我記得好像常用裡面就會出現 這個也是格式 有沒有 那預設格式的話呢是所謂的通用 那你可以 我的習慣這樣啦 先選完之後 在這個選取 區域上面按滑鼠右鍵 右鍵裡面有一個叫儲存格格式的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可以設定他的格式 那如果他不是通用格式 你就把它改成通用格式就好 按右鍵儲存格式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目前的格式是什麼 他是數值 其實我發現 這個跟這個好像有沒有 這邊跟這邊是一樣的 所以你在這邊設定也是可以啦 他其實蠻多地方都可以 做同樣的設定 那怎麼更改很簡單嘛 你有沒有看到哪一個是通用呢 有沒有發現第一個就是 所以他實際上呢 把它改為通用 然後呢按確定就可以 那你會發現呢 通用跟不是通用有什麼差別 其實最大的差別是 如果你是數值的話 他預設是有小數點的 有沒有 而且是小數點兩位 那如果你改成通用的話 他會把它改成沒有小數點 所以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 最大的變化是小數點不見 OK 所以 第一個我們就完成了 那再來的話呢 來看一下第2點 第2點是什麼 他說呢 第1題到第10題 對錯 的欄位 他有這一些 他就做什麼 他說呢 要使用什麼 if的函數 所以第1個 你一定要會用if if應該 有用過吧 做邏輯判斷的 然後寫一個公式 如果呢 作答 的結果 跟標準答案 如果一樣的話 那給10分 反之呢 給0分 OK 那不是說這樣你用眼睛看的 所以我們先把這一題作答 你想說 那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他的作答 跟 Ctrl向上 那你會發現 A4 請各位看一下 A4這個就是這個人作答的結果 那你會發現 題數是第1題在這裡 那他的作答是 他答4 可是正確答案應該多少 答案應該是1 所以他應該是幾分呢 他應該是0分 所以你千萬不要說用圖寡鏈鋼 答對還答錯 答錯0分 那這個答對還答錯 答錯0分 那如果你是這樣做的話 你會很累 OK為什麼 因為 底下還有10題 而且這邊幾個人 總共297個人 297個要乘10的話就2970個判斷 天啊如果你是這樣判斷的話 那你當老師還是命苦 所以其實如果當老師還是 會需要用Excel 如果你不會用Excel 太累了 那只是說要怎麼樣 可以快速完成這件事情 第一個 請把游標放在哪裡呢 放在I 的第四個儲存 I4這裡 這個這個地方判斷 如果對的話給10分 如果錯的話給0分 那怎麼下 邏輯判斷呢 首先第一個 請你在游標 放在I4之後 按下插入 插入這個函數的地方 找到if OK 所以插入函數 找到if 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 邏輯給他一下 邏輯什麼 這個是標準答案 在這裡 如果這個標準答案 等於什麼 等於他的作答 那就給10分 反思就給0分 這樣就OK的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這個是 他的這個標準答案 如果什麼呢 如果等於 他的作答 那就給10分 True的時候 反思就給0分 那當你按確定的話 他因為是錯 所以結果是應該幾分 0分 可是問題來了 我需要的 全部做向下填滿 可是你會發現如果向下填滿會有個問題 0分 這個全部都0分 然後這個應該是對的 可是還是0分 為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要注意一點 什麼哪個地方呢 就是說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只要 只要是像 H1 H4 這個他的後面這個就是哪一列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加1 所以如果你向下填滿 那底下這個應該就是H1會變H2 H4會變H5 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了 這公式對嗎 當然不對為什麼 應該理論上這個H1不會變才對呀 有沒有 那可是問題我向下填滿他會自動加1 但是如果你假設不希望 他這個H1變成H2的話 那有一個簡單的方式 就是呢 你可以在1的前面加什麼呢 加個錢的符號 表示呢 把這一列給鎖起來 OK這很重要喔 錢的符號 把它鎖起來 常舉個例子啊 說如果有個員工要離職的話 那老闆就加錢就好了 他就留下來 你不要離開 我幫你加薪 好留下 有沒有 這是一個比喻 OK我想到的比喻 這個很重要為什麼 只要你向下填滿 在 數字的前面 數字的列號 前面加個錢 那表示說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他 不會幫你加1 那可是後面這個H4 將來要往下 做打的那個有沒有 所以4要變5 所以這個地方不能鎖 OK所以只要鎖這裡就好了 後面公式都一樣 所以 這個就是最後的公式 如果你要再看裡面 用那個視窗來看的話 游標再放在1幅 然後再按一下插入函數 它又跳出來了 所以 你可以這邊按一下 它就跳 跳出來 當然從這邊看會比較清楚 或者你自己 假設你要從頭打到尾 也可以啊 兩邊都OK 反正你一定要不要做錯就對了 OK做完之後的話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的底下 再點兩下填滿 那填滿有幾個方法 你這邊快點兩下 或者你往下拉都可以 這樣往下拉 可是問題哪一個比較簡單 當然是快點兩下 為什麼因為 如果你要這樣拉 拉多久 過頭了 有沒有 所以 千萬不要 填滿的部分的話 記得啦 還是要知道 有一些招 這個地方快點兩下就好了 你不要 連 這個操作方式 都不知道的話 那當然會沒有效率 OK 好 可是問題來了 你現在只有做一題 我看看對不對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OK了 這個地方也OK了 也就是說 它打1的話 就會給10分 那問題來了 那還有第4 第2嗎 還有第3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我知道了 我就是再把這個 再做一遍 再一樣插入 一幅 然後呢 再什麼呢 再把它改成 它的標準答案 這是答案 5 然後如果等於什麼呢 J如果等於這個 然後呢 那就給10分 然後反之就給0分 然後記得這個錢把它鎖在1列 上面按確定 然後再向下填滿 OK 第2題就做完了 那在第3第4第5第6一直到第10 其實已經比 剛剛用眼睛看的速度快了 可是跟各位講 這邊其實還有一個 能夠更加快速度的地方 就是你做一次就好了 那你想說老師 後面實體怎麼辦 教各位一個方法 就是你不用重做啦 你只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 Ctrl C 因為它有相對位置 它的相對位置剛剛好一樣 所以你直接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有沒有發現 神奇的地方來了 你把這個公式 Ctrl C 貼到這邊之後你會發現 它很神奇 它會自動幫你怎麼樣 把那個相對位置 本來是H 它自動幫你改成J 也就OK了 所以如果你要快一點的話 貼上去 這邊快點兩下就可以了 這邊再貼 再把它Ctrl C Ctrl V貼 那再快點兩下 OK 那你想說 哇老師又更快一點 對 可是這樣有沒有 很快呢 其實還可以更快 把它Ctrl D一下 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還要更快的話有個方法 你這邊Ctrl C 那你可以 Ctrl V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這個選起來 然後連 從第2到第10題的這個對錯的下方有沒有 按Ctrl鍵 Ctrl V貼上 然後呢 Ctrl V貼上 有沒有發現 這樣實體就全部貼過來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直接再快點兩下 這樣子實體就全部做完了 那還可不可以更快 還有更快 算了 這樣先到這裡好了 這樣已經夠快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反正呢就是先把這10題 把它答案給做出來就對了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其實 其實在Excel裡面應用 還有更快的方法 只是說你要熟練Excel 如果說像這些 假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不會用這個公式 那是一個很麻煩的 你就可能會 需要每天都花很多力氣 在做土法煉鋼的事情 那當然職場上面現在很多人真的就有同樣的問題 因為他不會一些 像剛剛講的方法 那他就怎麼樣 真的就每天慢慢來 真的 太多太多了 現在職場上還是真的有很多人 不會用我剛剛講的方法 那就是真的很浪費時間 OK 同樣的事情每天都重複做 然後一直 做不完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個剛剛的部分 這個106 的那個 題目先看 然後主要是先作答